I HOSPITAL 即使 我总是在你成功的道路上让你果足不前 你也不会离开我吗 上次百分之五的事情也是 这次故事集团的事情也是 我才是你最大的问题 对不对 你不是 你不是我的问题 你是我所有问题的答案 我一个人在骑黑又寒冷的路上 一直走 幸好有你为我点了一根火柴 这缘比任何东西都珍贵 那你的意思就是 我是卖火柴的小女孩了 你以后我就是你的火柴的 以后我就是你的火柴 你之前说做牛还做梦 做什么都可以 有了 那就让我再占你一次便宜吧 下雨天 因为你变得很特别 路边借来的小可怜 无论何时何地都会出现